关于路间的时间还不确定 因为执行书还没有拿到 那也许真的要拖的话 也许一两个月两三个月都有可能 那如果进去的话就是20天 就这样子 所以会有这样子的20天的这件事情呢 是由于中华民国100年 中华民国外岁 然后那他们就觉得要搞一场 这个大一点的这个割据来庆祝 那原本这个割据的预算是3500万 后来呢 从室内弄到室外 从台北转到台中 那就一直滚一直滚 滚成两亿3000万 那这个背后呢 当然马总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 这就是说策划者 那一个执行者非常重要的就是圣志仁 圣志仁就是当时的文件会主委 这个圣志仁老师 花了大家两亿三千万 然后呢 搞了一个不知道叫什么的 一个歌剧 这个就是叫做梦想家 那很多人骂 那我骂的比较凶 其中有五个字叫人渣公务员 那这个到最后呢 就判20天拘役 两亿三千万两个晚上花掉 那个是大概一百个亿文团体 一年的经费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后面的数字彰显出来 我们才可以看到 那个文件会主委是多浪费 他是多不知民间疾苦 那如果以后露主台北市政府的话 对于很多这种文化的活动 第一 所有的经费的分配 应该要非常的平均 我们绝对不能够像以往一样 独厚一两个特别的艺文团体 我觉得这样不对的 我随便可以举个例子 例如赖森川的团体 例如这个 有一个做这个 歌仔戏的 那个明华园 那他们的这个团体非常的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开始注意 这个预算的分配 因为如果我们不注重预算的分配 大者很大 就说弱者很弱 对于台湾的 对于台北市的文化的这个表演 文化的发展 其实是不公平的 那些资源的分配一定要公平 一个很重要的制度 就是对于裁判 对于裁 就是不是裁判 就是评审 对于评审的选择 我们一定要把 评审的这个所谓的名单 一定要扩大 然后对于这个 选择评审 一定我们要公平 也就是说 我们不可能再用主管 自己的意志 去选择评审 我们应该要用 例如说抽签的方式 很公平的去选择评审 那每一次 尤其像这样子的大案子 评审的名单 一定要公布 一定要让外面知道 是哪些人在做评审 以这次梦想家的评审来讲 他们一直不愿意 公布很多内部的资料 可是我们这些资料都有 必要的时候 你知道 我们还是会把这些资料 公布出来 他们有所谓保密条款 那这个是不对的 你知道 因为你们用的是 人民的纳税钱 我不管你有没有 什么保密条款 人民的纳税钱 如果被用成这个样子的话 人民有权利知道 你们没有权利保密 我吃我吃我没办法 我吃我吃我没办法